LINE這個功能就快要關閉了 趕快把你的資料另外備份起來吧 不然到時候就要不見了 有在使用LINE的朋友 記得一定要把這個影片看完 有不少人都喜歡用LINE Keep 來儲存一些檔案、照片、連結之類的 Keep是什麼東西? 就是LINE的免費儲存雲端 可是LINE的官方宣布 將於8月28日2點以前結束這個功能 所以如果有備份東西在裡面的朋友們 切記一定要趕快去做另外的備份動作喔 怎麼備份呢? 點選LINE主頁 點選最上方的標籤 選擇關閉 這裡就可以下載照片及影片 可多選一次下載 另外梅子再提供一個方式 就是建立藝人群組 首先點開LINE右邊最上面的建立 選中間的群組 再按下一步 然後打你想要的群組名稱 打完後再按建立就搞定了 趕快去備份吧 對了 如果你的家人朋友 也有使用這個功能的話 記得趕快轉發給他們看喔